我先問高階戰爭不看規格不管預算存在品牌 LG、Sony、三星你選誰? 對啦,論品牌我也選Sony OLED 但是規格一看你就知道索尼有多慘 反正是LG有世界唯一DWB Vision 4K 120Hz遊戲支援規格很滿 不過說實話LG OLED 畫質調教的就沒有比後面這一台還要讚啦 這台日系經典Panasonic JZ1000顯示器 定價很高,品質絕對對得起 出眾的HDR顯示能力、出廠色彩準確度 超低誤差值讓我刮目相看 有沒有吧? 高階電視的畫質其實最關鍵還是處理晶片 同一家OLED面板就會得到完全不同的顯示表現 欸,含粉索粉也別激動,聽我娓娓道來吧 OLED之所以那麼厲害就因為每個像素點獨立發光 4K解析度就有829萬個像素點獨立控光 靜態對比度幾乎是無限高 黑就是完全不發光的極致黑 肉眼感受屌虐LED機型啊 那為什麼三星OLED手機那麼多 結果三星OLED電視沒半台呢? 就因為它大尺寸量產有困難 發光原理也跟手機不一樣 那目前你市面上看到的OLED電視面板幾乎都是LG生產的 原理就是底層OLED材料發白光 再加上RGBW彩色薄目 就現在也看到的這樣啦 三台共同點都是老二次旗艦 用同一家LGD產的OLED面板 定價很猛很兇 保固也有差 最貴的還是索尼 顯示設備於三台則差不多 不過這列一千封時亮度就飆到破千 在OLED界很猛啊 LG HDMI 2.0也有四顆 也不走連發科方案 所以可以吃到目前唯一的4K 120Hz Dolby Vision遊戲支援 索尼這少了VR可變更新率 也沒有杜比全景深 系統部分 索尼Android TV 支援度最高 操作介面方便性 則是LG最神了 不過裡面只有Panasonic 支援到四顆HDR 聲音出力就LG最高40W 三台規格看完 就Panasonic的畫質最狂 LG電動專用 那索尼 有錢沒地方花再買吧 OLED就等於烙印 烙印就等於OLED 論壇會吵那麼兇 就是烙印問題啦 那這列一千W設定 就有烙印防止 Logo亮度控制 和面板維護三種給你選 不過現代製程也進步了 系統也有防烙印機制 就不用太擔心了 Panasonic JD-1000W顯示器 有55吋和65吋兩種尺寸 螢幕左、中、上、三等邊 都是9mm窄邊框 底框一整條塑膠亮面飾板 揚聲器就在底部向下出聲 合計共30W出力 中間一個Panasonic Logo 左側有紅外線接收器 和電源指示燈 半圓形防青島底座很沉啊 波桿扣下去就會吸住電視櫃 下面其實是吸盤來著 地震咬起來也不怕 不穩的咧 這一台顯示器 有個非常特別的旋轉功能 目測單邊轉角在20度 總共40度角 那OLED特性就是可以做到超級薄 只有4mm比你的手機還要薄啊 主機跟揚聲器也只有6公分 屌打LED機型 螢幕背面是金屬材質 看起來就像貼上去一樣 也支援BESA 300x300 這邊有不能拔的電源線一條 跟實體按鍵 實體按鍵 螢幕還會顯示 就是OSD可以看 不用盲按超讚 另一側是端子接孔 由上到下有3.5mm的音源孔 兩個USB-A 2.0 一個HDMI 2.0 也支援藍牙5.0 和雙頻Wi-Fi 沒有數位類比調節器 定位就屬於顯示器啦 下插孔 由左支援是光纖輸出 以太網路孔 AV輸入 兩個HDMI 2.1 第二部支援ERZ 然後一個HDMI 2.0 一個USB-A 2.0 真正的10bit的色彩深度 搭載MACTER HDR OLED面板 4K解析度 還有120Hz更新率 不需要區域空光 因為像素自己就發光 最強的就是 OLED區域無限大的靜態對比度 可視角也超級大 實測表現的誤差值 最小的顯示模式 就是專業設定2 看HDR電影最講究的 DCIP 3 在95%左右 看SDR影片的RAG 709 則在97%左右 全部給過 顏色準確度 出廠的平均誤差值 Lelta 1 就已經非常低 只有1.2 叫正後可以達到 超扯的平均Lelta 1 等於1 出廠的白平衡的誤差值 也一樣 原本就很低 叫正後更低 色溫就貼近標準 6500K 和最新的BT-1886 這個BT-1886 就是業界新的白平衡標準 Netflix原創節目正在推廣 用意就是可以在亮度低的時候 顯示更多暗部細節 順便解決OLED在亮度低 暗部看不清楚的特性 一般OLED 峰值亮度都在700尼特左右 JZ1000W可以跑到破千 不過因為面板特性 白光區域多的時候 亮度會大幅下降 所以我建議你看電視的最好 燈光全暗 那就是最佳享受了 OLED畫面跟LED不一樣 只可能有壞點 不可能有暗角 黑就是不發光的黑 也不會有什麼露光畫面浮浮的狀況 遙控器超大一支 目測超過鄉民30公分 其實只有24公分 按鈕捷徑是我最近看過最多最滿的 幾乎都有 設定裡面的Viera Link 其實就是CC外接設備控制 可以分開獨立控制 不同裝置的電源和電視連動 買Homescreen 6.0作業系統非常陽春 手要按下去一條串流目錄就沒啦 App Market的好險還有Netflix Disney Plus 和Youtube這些比較常見的 但是少了動畫風 Friday還有幾家OTD串流沒出現 這電視目錄見面看起來老Coco 全部都是字看起來超複雜 最扯的是HDMI自動設定 不標詳細名稱 反而用模式1、2、3 這種不直覺的表現方式 然後把詳細名稱放引導說明 系統超複雜 Android手機可以鏡像投放 不過就不支援AirPlay 2和Chromecast 手機App就叫Panasonic TV Remote 2 介面就這樣你自己看吧 HDR支援度很多大廠都會選邊站 三星只有HDR10 Plus Sony跟LG又只有Dolby Vision 那這台Panasonic的好棒棒 Boost支援更高級的Dolby Vision IQ 也有HDR10 Plus Adaptive 都能根據環境亮度來調節HDR程度 兩個都有兩邊都看 SDR跟HDR各有11種影像模式 畫面一目瞭然 遇到什麼就套用什麼非常直覺 所有這些讓人困惑的模式名稱 我自己就搞不明白啊 使用者 專業1、專業2 到底差在哪咧 杜比世界有三種模式可以選 我是都開杜比世界柔和 跟Dolby Vision IQ 限定專用的Netflix校準模式也有 不過這功能限決條件 是射準要準啊 不然真的是開爽 那這一台JD1000W 可是開真的喔 揚針器是15W加15W共30W 100節音量 有五種聲音模式可以切換 切換後大概過一秒才會轉換 但是不會斷音這一點還不錯 這電台可以開關Dolby Atmos 還裝模式呢 總共有四種模式可以選 有杜比就選杜比還裝音效吧 低音強化啟用會增強低音效果 不過模式再多 本機就兩顆15W 當體是也遍不出什麼太大效果 欸 你都買到這麼貴的電視了 再加點錢買個森巴或劇院不會過吧 所有電裡面也能開啟 是增強型音訊回傳ERC HDMI聲音格式設為直通 Path-Thru 就能把無損音效傳輸到音響系統啊 這樣Dolby和DTS 都可以吃到最高無損規格 內建串流 Netflix和Disney Plus 都能雙度比點燈 YouTube和Pride Video 則是HDR10和5.1聲道 少了一點 很多電視都號稱Dolby Atmos 其實Disney Plus相容性還是有差異的 這台系統介面不夠優 但是影音相容性是過關的喔 我們來看一下 JD1000W XBOX遊戲機能 最高能跑到4K 160Hz HDR Dolby Vision跑到最高60Hz 視訊模式裡面全部勾好勾滿全解放 影片逼真度就對應到RGB12位元也是開滿 Orile面板反應時間只有一毫秒 輸入延遲開滿4K 160Hz VR之中 可以壓到最低只有2.5毫秒 這個真是歷史紀錄的低啊 根本沒有延遲感 遊戲支援度沒跟上Dolby Vision 4K 160Hz 註定是會被寒粉攻擊說 可憐了 良心被狗吃掉了 好啦 不過其他遊戲規格都給齊了 尤其是索尼沒有的VR可變更新率 這台都有支援喔 或許你們不信 但是後面這台真的是我目前看過 最強畫質調教的顯示器 我們公布的數據只是評斷標準 但是真正表現還是得回歸到影像處理晶片 扣掉可怕的系統介面、烙印風險 少了4K 160Hz杜比遊戲 弱弱的聲音處理之外 這台Panazon一個對HDR光影動態的調整 可以說是真正的行家 顯色豐富、光影表現細膩 OLED已經很棒 但是它又把極限再逼高一擊 第一題對 由衷讚嘆 Sony主打品牌溢價 LG主打遊戲規格全滿 那後面這台就真的是被所有人低估的 日系品牌Panazon 而且還有三點保固喔 最後提醒一下 我們也有測得非常準確的校色設定 那怎麼調就放在我們臉書社團 愛看電視的就一定來晃一晃吧 我是Eason 拜拜